好這次要介紹的是Dytale這本書 iPhone Programming的第六章節的範例 這個範例我先這邊demo一次 它這是一個拆國旗的這個APP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 Information可以轉過來 讓你去設定說 我一次要列出幾個選項讓我拆 當然越多是越難 我這邊剛剛是設9個 我現在一次就設3個 然後這邊還有指定區域說 我要拆哪些 像亞洲阿歐洲的 南美洲這些地方的 國家國旗 這邊就可以打開這樣子 然後DOWN 這邊就可以去做 拆這個國家的動作 那 答錯這邊會incorrect 答對的時候呢 它就會換下一個國旗這樣子 那這邊有那個 我猜總共猜了幾題這樣子 預設是10題 這樣子 OK 把它全部 雖然我也不知道哪個國家是哪裡啦 什麼名字我不知道 所以我是亂猜的 好的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答對的時候 它就會跟你說 你的答對率 幾率是多少這樣子 然後這個 reset就可以重新再玩一次 這個是APP的功能 好我現在來開啟Zamarin Studio 那我現在新增一個 Solution 那這次新增的是iPhone的Utility Application 那我把它取名為FlagQuiz 更新先不更新好了 那用那個 Utility Application的時候 它自動先幫你建好一個樣板 我再選一下我的 模擬器 小孩跑起來一次 它一個空的樣板 然後這邊有一個Information的Button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子去做切換這樣子 那這個 待會在Interface Build的時候 這邊也是一個小按鈕 也可以去移動位置說要在哪裡 但是 Apple它的官方開發說明手冊 但是它是建議希望放在右下角這裡 好 退出來 那現在開始把這個 我們需要的畫面去Interface Build 去把它拉出來這樣子 先開這個 MainViewController的XIB 好 好我把這個畫面拉好了 那上面這個Label呢 就是我把它設定為是一個 字體是27大小的 然後 就是給它這個指定的文字 Ten Crushing FlagQuiz 然後 這個是一個Image View Image View 這裡就沒有特別設定 就大概拉這個大小 然後這是一個一般的View 那我就是 一樣文字這邊就給它 這個 按錯了 我就給它Select the Country 文字就是這樣子 字體還是一樣是17 那這個是一個 就要顯示我們Answer的就是 Incorrect或Correct的這文字 那字體這邊是30 那也是一個 這這麼寬 然後Align Center 這些都是Align Center的這個Label 然後接下來這個也是 就是一個文字 文字Label 要顯示我們答對了 我們總共答了幾題 然後這個字體是17 啊我就把它 大概是這麼大大小這樣子 那 那 因為待會是這個 這個0這邊的字會變動 由我們程式碼這邊去控制變動 這樣子 好這個是 顯示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把這個 我們要使用到的 物件去把它命名 看一下 把 這是 書上的這個 程式碼的 code這樣子 我就可以去 Flag View 這是 我的UI image這樣子 Ctrl按住 然後我就 拿過來 Flag View 好 在 這個 Answer Label 這個 我的 這裡 那是 Correct Label 就是這裡 這裡已經有一個 Action啊 這個 這個 Show Info 就是這顆按鈕所 那個我們剛開這個 UTAT Application的樣板 他幫我們產生了這個 Action 那是Full這個按鈕去做 切換用的動作 好 看 這要切過來 程式碼這邊 這 書上 他的範例 他要使用這國旗的圖案啊 他告訴我們說 可以去這個網站下載 我是直接用他的範例來做使用 這個 書上這個 APP的這個範例啊 我就先把這個國旗加到我的resource裡面去 這裡 這裡我就先加一個這個 Africa的資料夾 跑掉了 一個Africa資料夾 然後再把我的 這個 這個國旗 都 都加進去 然後就用Copy的方式 那其他資料夾也是照這個方式去加 好 我把所有這個區域啊 跟國旗都加到這個resource檔 那就打開看就是這樣 好 那我現在再把我程式碼給他 加上去 好我先把這個程式碼貼 貼上來這個 man view control 這裡了 就是先把 剛才國旗這個程式碼貼上來 那先來看一下這個contractor這邊 他這邊有這個變數啊 Gast Row Gast Row是什麼呢 Gast Row就是這個 這個列 這都我總共有幾列 那我剛才有說嘛 這邊我可以用 3個 6個 9個的 方式給我們來猜 這個是哪一個 哪一個國家 啊這樣 數量越多難度就越高 那 一個rawl是3個 3個選項這樣子 啊這個boss 這個list 就是他集合呢 他是 UI segment control 他就是我把它存在這裡 這是我把所有的國旗 的圖檔都列 都把它存到這個變數裡面來 file names 這個變數裡面來 這是初始話說我 我亂數產生幾個 國家 就是實體啦 這裡就是實體 因為我這個猜 總共這邊是猜實體 所以我就亂數先把國家 先放在這裡面來 那這個是一個dictionary 這個dictionary是 key是stream value是bool 然後他是做這個 我們剛有提到說 我待會要去把它分隔說 我要 我要不要放亞洲的 在我的題庫裡面 我要不要放非洲的 在裡面 或是歐洲的在裡面 這樣這裡就是有 用bool去確定說 要不要放在這裡面 這是contruster這邊 然後這個 view did load 就是我 這個 view control 一load下來的時候 要執行的這個事件 再多一個 這裡有一個亂數的這個 random random這5件 那我是用 mini second來做他的時間總值 那這個是 answer view label 就是我 這裡 這個 這個answer view label 剛剛有時候這個是30 字體30的這個label 一開始就清空 沒有說要給他證據還是錯誤的這個顯示 這樣子 那當然嘛 初始的話第一題就one of 10 這個 name correct label 這裡 然後再來 這我只是把 這個是 這個是我把我的 這個 resource的資料夾裡面的所有的png檔都把它 什麼的類讀出來 那 這裡的話 差差異要看一下這個 書上的這個objective code這個程式嗎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拿的啦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拿 我們是因為習慣用單內的寫法 所以我是用 我就把它改成用 這樣子 directory directory immuterator files 用這樣的方式去拿 並且把就是 這個是遞毀 這個要記得這個選項要給他 這個是用遞毀的方式去把所有的 資料夾的png檔都把它列出來 到這個png檔裡面 然後我再用回圈的方式去把它 把檔案名稱 我這邊只要檔案名稱 我不要全部的路徑 所以我這邊只 只把檔案名稱把它存到我的file names 這個集合裡面來 然後接下來我就去做 開始 先初始化我的這個遊戲了 好就 前往尋告 前往尋告 reset 這邊reset就是說我把我的這個 呃 剛剛有說把所有的國旗的這個檔案都列 都列到這個files這個物件 那我是用亂數的方式去取十個 去取十個 然後到這個 quiz countries這個 這個集合裡面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 然後接下來就是 roll我的ui了 roll next flag 就是我把我的ui全部都準備好出來 這裡 這邊的話也是做 比較要講的就是 就是 看一下 這邊是讀 把圖片讀出來 讀到我這個ui image裡面來 那 書上的範例 看一下 是不是 我找一下 他是用這樣子 他是用ui image的這個 直接去建構 建構它出來 那我這邊是使用這個 from file這個方式 我去把他所在的這個 國家這個folder 跟他的檔案名稱讀出來 因為書上這邊的 範例不適合用在我們mono這裡 這裡的話已經是檔案名稱 他並沒有指定這個folder 我不知道 因為objective-c 我不是很熟 所以說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把這個正確的路徑跟檔案讀出來的 那我這邊還是前面還加一個folder folder就是我的region 就是什麼 africa azier 這邊 然後在後面再配他的檔案名稱 好 那這裡 這是建構一個 ui image view 那再把這個ui image view 舊的刪掉 再把我新的再加到我的 現在這個view上面去 目前的view上面去 然後 這一段呢 這一段是在做 加這個ui segment control這邊 那我 剛有說嘛 設定說 我一個bar 就是我一個sigman control 他裡面要三個 有三個選項 所以我一開始初始化的時候 就是給他三個空置 然後這是指定style 這邊都還好 那我就把這個sigman control加進來 那我看說 我剛一開始前面demo的時候 有顯示說我可以指定說我要拆擠 給我幾個選項來做拆 那個拆選這樣子 那幾個列就是 如果是三六九嘛 三是只有一列 然後六是兩列 這邊就是二 九這邊的話就是三列 所以我就是會跑幾個回旋 去把我的sigman control 建出來這樣子 呃這裡是把我裡面的都清空 清空之後這裡還 這裡都是初始化 sigman control這邊 那 這是 呃 這是把我重新 我剛剛這個file name裡面 他所有的順序全部都在洗亂 洗亂一次這樣子 這還是 我 correct answer 就是找到我的correct answer correct answer 在上面這裡 他是用最後一個 我是取 這個 這個國 我剛在前面的時候 就是把我十個 十個國家都把它列出來 然後最後一個國家這裡 這裡 去把它取 correct answer 其他這邊都是還 喔這邊 這裡就要說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啊 他 把這個 呃 sigman control 他的那個 每一個 指 指項目啊 我要塞那個 他的名字給他的時候啊 這個名字他是一個 string 這裡我是剛剛把檔案 檔案名稱這個 像是 這沒有 Africa 然後什麼 這 這我不知道什麼國家 他就是把這邊 separate 出來 然後我再用他的這個 呃 前面是region 後面 後面這個name的時候 我多加這個 convert to display name 這個是我用單內的這個 extension method去做的 可以看到這個 書上的這個程式嗎 書上的這個程式嗎 我找一下喔 這裡 他是name 然後他自己 他也是一個字串 但是這個 convert to display name 他也是用這個 自己自己製作的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那我 那我 因為我們在Mono Mono這邊 Mono C Sharp這邊的話 就是使用了 這樣子的 擴充 method extension method 去把它實踐出來 用這樣的方式去把它實踐出來 那我就是把這個後面的 點PNG去掉 然後再把這個underline replace成空殼這樣子 那其他 我剛剛看到 這裡 這裡 然後再把correct answer 這樣 那這邊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 這邊的話 就是把我前面的UI都準備好 就是來 就是可以去準備做 那個 拆拆國旗的這個動作 SamiGas SamiGas在我建構這裡的時候 這裡 建構 在我建構這個主要的UI segment control的時候 我就順便給他這個事件 SamiGas 然後就是去做 比對看我 我現在選的答案是對的 是對的還是錯的 那這邊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像這邊啊 就是答對的時候 這邊就是 correct count 就++這樣子 然後 這個 UI Allure View 就是我們 警告 就是 跳出來一個警告視窗 這樣 這邊是說 我已經全部都猜對了 就是實體 實體都猜完 不是猜對了 實體都猜完了之後 然後我就會 準備我的message 然後說我的答對率這樣子 所以 UI Allure View 就是這樣子去使用 我先建構嘛 它的title 然後裡面所要顯示的文字 那這個事件的話 我是從 用這樣的方式去給 這是cancel button 就是我的 下面會有很大的一個button 就是讓你按下去的 顯示文字 然後這邊的話是 按下去這個按鈕這個事件 那我重新再叫他在 resit這個遊戲一次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把它秀 把它秀出來 那 那這裡的話是說我答對 可能第一題 第一題到第九題答對的時候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用這個ns timer 去跟他講說 叫他幫我 3秒過後 再重新再roll一個這個flag的問題出來 再重新roll這個菜國旗的這個問題出來 再roll next flag 過3秒之後再roll出來 然後畫面還會幫我們顯示 這個correct保留3秒這樣子 就是 這是 timer 那這邊 就 recept crease 這 痾 這 痾 這兩個 這兩個地方 注意喔 就是我把它用public public的這個存取屬性 因為我待會說我在做設定 config設定的時候 跑到這個 flip view controller這邊的時候 那我要做一些動作 我要呼叫 我要呼叫這個 main view controller的 function 所以我這邊要去做public 好讓這裡可以去存取到 main view controller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剛剛說按下 那個 information button按下去的時候 要把它跳到另外一個 view controller去 present view controller 那我這個事件 我還沒有去implement出來 所以這邊還是空的 所以我就 我先把它註解起來 待會的時候還會再做這個 view controller的UI 跟它的程式嗎 這樣子 那這邊就可以先把它run起來 出現問題 看一下 你剛剛在找的時候 就突然 這邊貼到一段程式碼 compie的錯誤 好現在就可以直接run 那程式碼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跟我們剛剛在做的遊戲一樣 Sleep三秒之後 然後再換另外一題 那我是把所有錯的答案 都把它去disable住 那這個information button啊 目前是沒有任何動作 它就只有這個down跟title 這樣子而已 就是一樣是utility application給我們的樣板 那現在看這個UI這邊 XIB 打開起來 那我再把我這個畫面給它加 我所要的資料再加上去 先把這個title這邊可以點兩下就可以直接改啊 那我這邊是 那我這邊是 flagquiz 然後我先把這個切過來 然後再一個label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複製上來 因為UI要調整所以我先把它拉好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先 那這邊的話就是先這個啊 這個啊 sigma control啊 因為我說我要三個嘛 就是 6 369 所以這個 sigma這邊就設3 那它這邊有這個字 我要去這邊 這裡設定 0 這個index0的時候我就 3 然後 然後 這裡就把它 設成6 index1 就設成 6 然後 然後這 sigma2 我就把它設定成 9 369 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去指 到時候我就可以指定說 我一次要列出3個答案 3個選項 6個選項 還是9個選項 就是靠這邊來 那我再來是把 因為我待會要使用這個switch 所以我要給它一個 命名 變數命名這樣子 那這個 choice control 這裡我先 切過來 然後 這裡 choice control 然後 然後 這個 這個.h檔是Objective C的 啊我是 我是依照書上的這個 命名 就用它一模一樣的變數來做命名 這樣 這裡 這個 Asia Switch Asia Switch 然後 再一個 Europe Switch North America Ocean Switch 斯 Semie 好 醬我就設定完了 把它切回來 接下來就看這個程式碼這個部分 程式碼這裡 Flip View Controller 先剛回過頭來看這裡喔 這裡有一個那個info info button的事件 show info這裡 他這裡有一個這個 我先把這個Controller的建構出來 Flip View Controller這個建構出來 然後 他這裡 Controller他有一個down down的這個event 就是在 這裡 用這個 他去用event handle 然後他去 如果有人去trigger他的這個down的話 我就做Dismiss View Controller 就是把我的這個Flip再切回來 切回我的main view controller 這樣子 然後這裡就是開始做 然後Present View Controller 就是 這個是真的就是切到我的那個switch那邊去 這個是回來 這是回來 那這裡 這目前先run起來 這邊是沒有做任何動作的 這裡 我們只是把我們這個都拉好 沒有做任何動作 我現在把我程式碼再把它貼 貼 貼過來我的Damarin Studio這裡 好把這個程式碼都貼上來了 那一開始這個view view did load這個這裡啊 他就是幫我去把我view的background去把它換顏色 然後 這裡我沒有用到嗎 我沒有用到rotate這個iphone這邊 我就把它這個鎖就把它 這事件我就拿掉 然後 這是我們剛剛的那個down down的那個 方形這樣 那個事件 down按鈕按下去的這個事件 那我這邊會先檢查 說 剛剛那個switch 六個switch啊 什麼 Africa Asia 然後Europe 這六個switch 如果全部都是 都是 都是off的情況 那我就是要給他警告 我說 你必須至少選擇一個區域 不然的話 我不讓你 我不讓你跳回去前面 mainview control的那個頁 那個control的那邊去 好 那這邊的話 這邊就跳回去 跳回去的時候我就把我設定了幾個 Sigman嘛 Choice controlSigman就是 剛剛這個369 那是第幾個 0 0 012 這樣子 然後把mainview control了 然後我這邊去設定 我就是 我 剛剛有提到 mainview control的這邊 我會去把我的 set guess roll這裡 set guess roll set 這裡 set guess roll這裡 那我就只 給他說我現在是要幾個 幾個roll 然後 這裡也是把前面的這個 mainview control的這個 region這個 這個dictionary 剛有提到這個dictionary 就是 key是region 然後value是bool 就是把它設定說 有哪幾個是要開 然後我就是 再把我的 我的問題 跟我的 這個UI全部都reset reset我的問題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就回去 前面的control了 那剛剛有提到說 我要在這裡去給我 mainview control的原本 原本這邊的設定 要把它再帶過來 所以就是要靠這兩個 function 我有幾個 我現在有幾個這個 sigman啊 然後還有這個我的 這個region 有哪些是on 哪些是off的 在這個 reset qs 啊 在這裡 show 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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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然後把這個註解就拿掉了 可以這樣給啦 也可以去在constructor建構的時候 就把它帶到參數裡面來 那我這裡是依照書上的範例 就是 原封不動的把它 就是還是用它的邏輯去把它寫出來 但它裡面有一些bug 我有做一些稍稍的調整這樣子 像是這種啊 我就用單內的模式去把它寫出來 然後 像這個random 還有這個random的時候要注意啊 那 random 它也是用的跟我們不大一樣啦 objective-c 啊我是用這個random這個物件去做next 去把這個我的亂數去參出來這樣子 那這樣這個程式碼就完成了 這邊 flip view controller 這裡這裡也見夠啊 很簡單 它只是把我的設定帶回去給main view controller 這樣子而已 這邊是接收 這邊是接收main view controller 帶來的參數 然後 這裡的話是把我的 把我的這個property就帶回去main view controller 然後現在就可以再run一次 然後把它換成6 然後都 我現在都把它off 然後再按down 他就跟我說錯 就是必須要選擇 至少要選擇一個region 然後 開Asia down 這邊就有沒有 就兩排 就兩個roll 然後這邊是 6個item 讓我們去選擇是哪一個 哪一個國家這樣子 那這個範例最主要的是要介紹這個 UiSkinman controller跟 跟這個utility application 他可以做這個flip view controller這個動作 在 像我這個flip view controller的down的時候就是 剛有提到嘛就是回去執行這個 我這裡去切換我的view controller 然後 然後 這個按down的時候就是 在flip view controller按down下去的事件的時候 他反而是來執行我main view controller所註冊的這個事件 去把這個自己 dismiss view controller 就是 再切回來 就是 這裡 那還有 另外就是說可以在這裡 可以在mono上面去使用我們的 單內extension method這樣子 這樣子 那還有這個 UiAllureView UiAllureView的使用方式 然後還有他按click的時候 他鎖到自己的這個事件 那還有這個 timer 就是剛好提到這個timer 答對的 我找一下好了 NST NSTimer 這裡 那我們不可以用單內的thread timer 因為他是兩個不同的執行區 那我這裡還是用 這個Cocoa Framework的NSTimer這樣子 3秒之後再去執行這個 這個事件 好 那這簡單的遊戲範例就介紹到這樣子 謝謝